穿上層層防護 面對新冠肺炎確診患者 基層醫護戰戰兢兢奮奮一年 守護臺灣防疫好成果 卻因北部醫生染疫投下震撼彈 外界之一是防護未確實 讓醫界有話要說 都是13秒比真的 不太可能再停下來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本來就是有一定的風險 所以醫生其實壓力是很大的 如果以800個案例 每一個人要住院大概25天 算起來是有2萬個人日的照顧經濟 才發生這麼一次 還要苛責 我覺得真的很不能接受 綜觀全球疫情 中國大陸及歐美國家 最剛開始確診患者比例 將近四成都是醫護人員 顯現照護上的高風險程度 沒有一個過錯事需要去究責 但不可否認 六個月的成平生涯 大家其實有一點點放鬆了 再打一方針 我們去年那個規格再拉回來就可以了 醫副會執行長王必勝更在臉書發文 把病毒比喻為看不到的險惡敵人 期待外界給予時間把傷兵治好 讓這群戰士能繼續站上第一線守護台灣 大家一起問周辰張略嘉台北報導 謝謝大家